曾經一位酒駕而遭取締的 四名酒駕扶勞役者 24號下午在陷阱局交通隊的陪同之下 在市區南京路以及新生路口 舉著宣導力牌進行執行解酒 交通安全宣導工作 在車來車往的街上 酒駕駭人害己的字樣十分醒目 提醒用路人不要以身釋法 我們台東縣的一個酒駕的發生率很高 那我們為了擴大防止酒駕的案件發生 我們警察局向台東地檢署 申請14名的酒駕逸捕勞役的民眾 來執行有關防止酒駕的交通安全宣導的工作 那我們初步申請總共有14位 台東分級有8位 關山成功大午 總共各兩位總共有14位 那他們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讓他們酒駕的人回到自己的住機所 或者是戶基地的鄉裡來服務鄉裡 就在他們的戶基地那邊做一個 交通安全宣導 讓他們之所警惕 避免再犯的心態 另外最右邊說 以他們心聲教化的心態 來針對其他民眾來做一個宣導 來擴大有關防止酒駕的一個宣導效果 酒駕上路越發越重 但是還有駕駛人先存僥倖 為了遏止酒駕造勢以及犯罪率 台東縣警察局與台東地檢署合作 將台東14名因酒駕扶撈役者 統一派調至全縣各大重要路口 以及飲酒場所、餐廳、卡拉OK、豐年祭等地 執行交通宣導工作 也宣導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警察局長陳永利也呼籲有酒駕習慣的朋友 應該養成開車不喝酒酒後不開車 指定駕駛最安全或者是叫計程車的好習慣 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警方也將持續嚴正交通執法 針對惡性重大的違規行為加強取締 以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東台新聞周淮漢台東視報導 請多多多指導 請多多指導